有多久没有再听到你的消息 在茫茫人海里怎么相遇 爱怎么好聚好散 和要怎样才圆满 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 I miss you so much 一遍遍说给自己听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I miss you so much 会不会突然想起我 I miss you so much 就把你给你老朋友了 你就再替我想想办法吧 你们这个贷款确实到达限额了 如果还不能保证投资方的话 想要增加贷款的额度确实很困难 我们跟国本很快就签约了 很快 但毕竟不是现在呀 国本集团 确实是一个很可靠的投资方 那就等你们签约之后 咱们再谈也不迟啊 对了 李总 您儿子最近是不是在资金方面 有些困难啊 怎么了 他前些日子抵押了餐厅 在我们这里带了一笔款 谢谢大家 在转换 他这一晚 会有些把络 underlying 还有这些东西 我们开箱 找一把努力的 没错 我是把钱给了嘉明 混账 你混头了你 先生 这是您的 谢谢 好的 放心吧 我现在非常清醒 他们家的小店每一次出事 都跟理事集团有关系 我为他们负起这个责任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你是理事集团人吗 你凭什么被理事集团负责 是怕他跟你要了钱啊 嘉明他不知道 是我心甘情愿帮助他的 你小子你 你胳膊周往外拐你 去 把钱给我寄回来 爸 你搞错了吧 没错 你是供我吃穿 把我养大成人 但是从我出国念蓝带开始 我的学费 是用我的奖学金换来的 我在法国的生活费 是我靠客余时间去小餐馆洗盘子 一分一分地攒出来的 我的店也是靠我自己的力量来经营 我有资格支配我的店 我的钱 所以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行家干预 你以后再给我差一分地理想 你也要害羞 现在还有什么 只能说 我心里是几分的 你都有用 你要你干扰 我以为何能做 你能做不出 你做什么 你还是给你 你干扰你 皇上 邱逅 爸 你滚 我为什么不然 我是主主的员工 行不行我走了 你干吗 爸 爸 你先走吧 你走 如果你打坏我的员工 那我就只能报警了 好小子 你真行啊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丽华 别对我太引擎 你如果那么好的话 我会害怕的 你不会有什么事情 求着我吧 哪有嘛 我就是做点小点心 给您尝尝嘛 我挺好的 你把你自己照顾好 你看你那么瘦 长天在外边瞎忙 你够辛苦的 丽华 你做这点心 花不少心思吧 倒是没有 我这一段时间呀 也是因为 以兰的事情 确实疏忽了家里 不过嘛 我今天在朋友的聚会上 可听到一个消息啊 你听说什么了 听说 有人要投资理事集团 什么 是谁呀 公司的名字我不记得 但是 好像理事集团那边 也有动静啊 这么多大可能 今天白礼建国 约我吃粥饭呢 后来说临时有事取消了 的确有可能 妈 要是理事集团 接受了别人的投资 那我们可就白白地 浪费了一个吞并的好时机啊 这件事情 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呀 妈 你在说什么 蓝蓝蓝 我正想问问你呢 李建国那的动静 你是最清楚的 有没有听说 他最近在找什么 新的投资人哪 没有啊 这件事情 我怎么不知道啊 妈 那我也是听说来的 这些事情我哪里知道啊 那 妈 我去做饭了啊 今天那么早回来啊 生气了 谁惹你了 你儿子 有什么事好好跟儿子说 宋家明的店又开上了 你知道谁给他钱 你儿子给的 他把餐厅抵押出去了 贷款借钱给他 抵押贷款 这可是儿子最在乎的餐厅 怎么会抵押出去呢 亲口对我说的 那你怎么允许他把钱 给那个小丫头啊 我做什么事 还经过一个依据吗 我已经警告过 那个小丫头了 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你说你能办成什么事 儿子没教育好 宋家明也没处理好 行了行了 你别怪我了 宋家明这个小丫头 我会去教训她的 新店重新开招 我要让你们看看 我的厉害 李总 出事了 报料网站上有您的一段视频 请进 请进 奶奶 奶奶 我来给你放松按摩一下 哪儿也又来拍我马屁 一定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还是奶奶了解我 好 对了奶奶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我小的时候 家里有没有过一个 叫陈楠的人 陈楠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你也不知道吗 好像是我们家已经请过的人 我们要请过的人 那就是你妈妈呀 你小的时候 我让她到家里来 给你当家教 我就是看在她为你 尽心尽力的份上 而且她也很爱你 就把她留在了业家 怎么 你都忘记了 李哲让我帮她打听一件事情 嗯 说我们小的时候 有个叫陈楠 您在我们家工作过 我没印象了 您还记得吗 对 她是在咱们家做过一段时间 只是后来就走了 嗯 不知道奶奶知不知道 千万不要告诉你奶奶 啊 我的意思是 她在咱们家做的时候 和你奶奶吵过架 奶奶最近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们就不要跟她提不开心的事情了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事啊 哦 呃 呃 一个同事偶然间问起的 奶奶我突然想起来 我还有份工作邮件要写 我先回房了 嗯 为什么 为什么奶奶和妈妈说的不一样 这个陈楠 到底是谁 喂叶经理 我要陈楠的资料 一定要有照片 明天就要 叶经理 这个时间有点紧张 我必须要看到 明天找不到的话 你走人 好的 我知道了 哎呀 今天都什么人都有 吃个饭还那么八卦 李总 现在视频已经发布 还好现在是晚上浏览量只有几时 一旦这个视频传播出去 那可是几何事的迪僧啊 这 关系到您个人的形象 还有公司的形象 这么连夜 找你们来解决问题吗 我们准备一下公关文吧 如果明天有状况 我们就第一时间发布公关文 找一个理由解释一下这个状况 这个视频还没有被转发 就意味着还没有太多人看到 也没有被转发到其他的网站上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把它撤出的 消除后面所有的隐患 能撤吗 是网友自己发的 这家网站的主编 我以前就认识 也合作过 也许给他打个电话 他可以卖我个面子 那赶紧去啊 好 小杨 这次谢谢你了 您见外了 叔叔 您是我的领导 也是我的家人 这时候应该做的 不用客人 来 小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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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香小点开张大集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试试品尝 尝一下吧 免费试吃啊 来 看一下 来 您看一下 你好 来 欢迎光临 好 我们焦焦点开业大集 谢谢 谢谢 吴奶奶 我爸爸说 你总是白吃白饿白拿的 告诉你这话的人 他不是你亲爸 你是捡回来的 这叫试吃 你没有听过 舌尖上的顾客吗 听过吗 小孩子不能吃那么多 吃那么多 胖了减肥很麻烦的 啊 相对 可可 有些什么 你很想看 你看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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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嗯 佳铭 让我们来吧 今天主厨特意放假一天 让我们过来帮忙 你去忙吧 我帮你发传单 免费试吃 您尝一下 进去坐坐吧 欢迎光临 来 看一下 看一下 我是小粉 好 欢迎光临 我们明香小点啊 今天开业大集 免费试吃 您尝一下 来 请进 这边都是新品 来 您看一下现在 好 好 欢迎光临 要不要请你坐一下 好 好 这里都是新品 欢迎光临 请看一下 我们明香小点 今天开业大集 免费试吃 慢用 好 童飞哥 你先去送货吧 店里有我看着 好 老板晚上来接替我 我一会儿送完货就回来 好 放心吧 你好 小店新品试吃 不许用 进去坐坐吧 别好 再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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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品尝我们的新品 谢谢张阿姨来捧场 恭喜了 我今天呢 还给你一份贺礼 为什么你们都喜欢 用钱来解决问题呢 阿姨 抱歉 不管多少钱 我都不会离开玉哲的 我是这样的人吗 自己打开看看吧 这里边都是些单身的不家子弟 你要看上谁呢 就跟我说一下 我替你介绍 保证把你塞进豪门里去 只求你 只求你不要把我们的宇哲 死沉得不放 我想您是误会了 误会什么 这都什么时代了 这姑娘长得年轻漂亮点的 不都想找个条件好的吗 这我特别理解 不过 您要是总缠着我们家宇哲的话 就大错特错了 阿姨 您刚刚说的这些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别再狡辩了 事情都做出来了 还装什么情告 我做什么了 看看你们这个小破店呀 不是之前都什么欠债了 倒闭了 怎么一转眼的功夫 又重新装修开业了 这用的 是不是我们家宇哲的钱呢 我没有用他的钱 我们这次重新开业 是用的我爸爸收回来的借款 编 你再给我编呢 你以为你编个节目骗骗观众 就能编个旅游来骗我吗 开玩笑吧你 你要干什么 阿姨 大家快来看哪 像这样换新颖的女孩子 怎么能做出什么好吃点心啊 就算味道还可以的话 就算味道还可以的话 怎么回事 像这种品质的老板 你们大家能放心吗 我看你们大家 还是离这个小店远一点 替这个社会做一份贡献 来闹事吧 阿姨 这之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你们私下谈 你不要影响我做生命好了 误会什么 我误会什么啊我 阿姨 你能倒不知道吗 我们家宇哲为了你 把餐厅都给抵押了 你居然还有脸 在这儿装生意 你 你真不要脸 你只把餐厅抵押了 你给我站住 夏宇 你要干什么 我是听你教训你这个不懂事的女儿啊 你们这全家安的什么心呢你 把我们家宇哲当什么 到你们家替换机啊 你这是干什么事 别忘记 你在这里点火 我帮你灭火啊 你 你 我找宋家门 关你什么事啊 你在我的地方撒饮 不关我的事关谁的事啊 我说 我说谢谢你被加盟了 你这 不要脸的不要脸 不奖礼的不奖礼 你 不识好歹的不识好歹 穿个高门鞋以为高门一等啊啊 仨爷也不跳地方 滚 走 住手 干什么 救命啊 儿子 你来得真好 我们 我们快离开这个 向拉机场的地方吧 妈 我告诉你 你千万 不要比这个女人给骗了 天使阿姨 你今天是来欺负加盟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人 妈 我们先回去吧 儿子 别凑归妈妈 妈妈不是一个 无理取闹的女人 我真的是怕你上当受骗 所以才过来 给她个教训 有什么事情 回去再说 好吗 来 雨哲 你为我抵押餐厅贷款的事情 究竟是不是真的 回头再给你解释 现在我需要先送我妈妈回家 看什么看啊你们 看电影不用买票 要吃赶紧吃啊 这是餐厅红饰店 走走走走 有什么好看的 我吃就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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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都成 忙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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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抵押 сд 一 什么这样那样的 那你还是个爸爸 怎么叫出这样的女儿来 我会把钱还给她的 我不会让我女儿 欠别人一分钱 你放心 谢谢 你这样欺负家明 关键 走吧 快 妈 妈 您先在家好好休息一下吧 我还得到佳明那里去一趟 儿子 别再怪你妈了 我也是为你好啊 别再回那个神煎铺子了 妈 我必须回去 您今天这么一闹 对他们造成了伤害 我必须去弥补 那儿乱糟糟的 能出什么好女孩啊 是 佳明的家里的确没有钱 她也没有妈妈 可是在她成长的家里 一直有爱和温暖 所以 她才会那么善良 正直又热情 也许你们都不相信 但这些真的是我亲眼所见 而且亲身感受到的 总有一天 你们会相信的 会理解的 可她用你的钱 这 这算什么呀 那些钱都是我自己 心甘情愿要拿给佳明的 因为我知道 她一定不肯接受 所以才隐瞒了钱的来历 换作平时 就算她无路可走 也不会要我的钱 妈 你知不知道 你和爸爸对我喜欢的女人 做了这么多过分的事情 其实被你们伤害最深的 是我 如果你真的为我好 不想让我受到伤害 就请您放过佳明 还有一件事情 也请您帮我转告爸爸 我愿意 无论是谁 如果再做任何一件 伤害佳明的事情 那我最后只能选择 离开这个家 你才能选择 别人 没什么 很疼 我不想让你 真的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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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家明 今天的事情 正好我也想跟你聊一聊 宇舍 我不脆弱 也不喜欢被瞒着 抵押餐厅 贷款 这都是怎么回事 彭妃拿回来的钱 的确是我给她的 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知道你急着开店 肯定需要很多很多的钱 而且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好 所以我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如果让你知道 那些钱是我给的的话 你一定不会要的 你明知道我不会要 还要这样做 还拉着彭飞哥一起骗我 你用餐厅抵押贷款了 这么大的一笔钱 你有没有跟我商量过 如果不是今天阿姨来告诉我 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 今天我也不知道我妈回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让你受委屈了 很抱歉 我还信誓旦旦地说了那样的话 我明明就是在用你的钱 你为什么总是纠结于这一点呢 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 总是因为钱而争吵 好 对不起 我需要静你静 一定要注意她在面部上的那种感觉 好 诚哥 录我节目 没想到她还有这么多学问 其实没事啊 这些就是给摄影师的专业术语 你反正在片场的时候我都会在 如果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我 我都在那里 你在那我保证一百个放心 不过也是丢自己的放心 你永远都是那么魅力师子 说错了 是 店里啊 就是那种有干劲的店里 那是 永远能格状态 李小姐 雨昕 我能教你雨昕吗 当然了 白杨哥 来 接着看 接着看 想把相机模式调出 对不起 我最近睡得太晚了 你啊 平时也注意 多敷敷补水面膜 这样上进视网台会比较好 补水面膜我有 我哪里看啊 我呢 就准备今天晚上好好认真地 给她烂一个 补水面膜 就是这个 超好用的 送给你一个 不过也是 我是该给我皮肤补补水 她姐的皮肤 这两天粗糙死了 你倒是挺懂的 连这方面都知道 我这边不是工作需要 天天跟那些大明星在一块儿 偷偷勺也学了点 活肤的密集 不过说真的 你不光是上见的时候 你要注意护理 你平时也是 这样内外兼修 你在人群中 你的主角光环更加放大 对吧 白杨哥 没想到你懂这么多 人太崇拜你了 对了 你不说今天还有其他节目 编不得我立起来的吗 怎么就来了你一个 她们 她们 她们都忙 而且 我挺想跟你独处 为什么呀 雨昕 其实自从 第一次节目我遇到你 我其实 怎么 要死了 要死了 我眼线的镜好像掉了 不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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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把眼线的镜 弄衣服上来啊 你 你帮我看一下 你帮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黏在哪儿了 我看看 李雨昕 不让我来开会吗 恭候大驾 雨昕 怎么不来恭候大驾 这个我等会 她是黏在我手上啊 你别动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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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啊 我哪儿啊 我变一瓶 喂 小编导 潜贵的女嘉宾啊 别动 雨昕 你干什么 没事吧 没事吧 我这是打抱不平 行侠仗义好吗 你这叫黑一白不分好吗 李雨昕 我怕了你 你最厉害 我早想了你翻脸了 翻脸 我看你只为翻白眼才对吧你 白眼 你 怎么样 你笑什么啊 没有 我就觉得 其实你这样挺可爱的 难怪雨昕会喜欢你啊 谁也被她喜欢 她 太恶心了 我喜欢她 那你这么说说你真的不喜欢雨昕 我告诉你 全世界要只剩她一个女人 我宁愿人类绝种 你行 你有种啊你 兄弟 谢谢你这么没眼光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你说雨昕的这些缺点 我偏偏都非常欣赏 欣赏 那你省啊 慢慢省 省得开心 嗯 可能 今天的信息量大了点 我先回去了 但是你回去好好想 有一点 我对你是认真的 好好想啊 拜拜 好 冯菲哥 咱们小店订好的那些货 已经退掉了吗 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 也许这就是命 对不起 家明 退小店这件事 我做不到 我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咱们店的货架 设备 都是新买的 如果现在退租的话 光是违约金就要一大笔 咱们实在折腾不起了 我知道 你被别人伤了自尊 可是你也要考虑一下 大家的感受 你以为我当初 收下这笔钱的时候 就一点犹豫都没有 要不是真的到了绝路 谁喜欢被别人施舍 好 就算你不考虑我 至少也要考虑一下 老板的感受吧 他的身体还经得起折腾吗 我跟着老板开店这么多年 经历过许多更糟的时候 老板也有自尊 可是老板从来不希望 让自尊 毁掉自己的生活 家明 有时候 现实的确会逼迫着你 让你不得不低头 但你可以等待时机 再多困难 都要努力撑下去 只有这样 才有可能赢着对手再站起来 你记住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要挺住 都要坚持下去 让那些瞧不起我们小店的人 对我们刮目相看 也许只有这样 才是对你 也是对小店 更是对老板 最好的 才是对你 也是对小店 更是对老板 最好的 你不是说 你呢 你呢 不 他 这 我们 这可是我费了不少功夫熬的 不喝就算了 我喝 佳明 关于我妈妈今天做的事情 我替她向你道歉 好了 我过来 又不是为了听你说一句话 对不起 那你是为了什么 我来给你这个 佳明 你不是想继承宋伯伯的志向继续开店吗 你不能就这样把小天退送 你看都没看就劝我 这是 这是明香小店的钥匙 一试两份 一把归你 一把归我 你的意思是 既然被人说了不要人 那我就索性不要脸一回吧 佳 那笔钱 我暂时还不上了 那笔钱你不需要还 所以 那笔钱就作为你投资的股份 算你入股了 等小店赚到钱之后 我一定会把钱还给你的 所以 从今以后 明香小店不再是我自己的 而是我们一起的店 而是我们一起的店 你要跟我一起努力了 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啊 余哲 你觉得钱重要吗 当然没有你重要 我才说正经的呢 我以前总是看不起钱 可是今天彭飞哥跟我说了一些话 让我觉得 其实有时候钱还挺重要的 没有了钱 谈理想 谈自尊 都是空谈 对不对 也许吧 所以 就算被别人误会 我也要努力保住小店 努力经营下去 等到我赚到足以生存的资本 我才有勇气 有底气 有资格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管是亲情 还是爱情 明显小店的大股东 以后 请多多关照啦 互相关照 我 明显的 冬明 只要踩到虽人 点满 汇默 慈默 化身泪 淡 淡 思绪又为谁 一世 冬明 导明 梦 花 身 飞 早已无需人飞 月盈在摇晃 时光追不上流水 倘若门亦无法追回 随风轻轻的水 深境无邪的时光 像重未应退的心碎 我们都会爱过谁 背离这旧身的滋味 深境无邪的时光 随从未应退的心碎 我们都为爱过谁 回首见有你的依偎 细雨绵绵 谁来见被魂修炼 诺言太远我看不见 留在远方回忆 在远方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